日子乡公所今天办理了今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保留地 全力回复颁状典礼 中共颁发了36笔的土地权状 而申请多年终于能够拿回自己祖先的土地 族人们各个万分感激 乡公所业务承办的客人员一一唱名 台下族人渔罐上台 从乡长万德手中拿回自己祖先开垦的土地权 愉悦心情亦与言表万分感激 从什么时候申请的 好久了 很久喔 那现在有领导怎么样 还是辛苦公所跟县政府的感谢业明会给我们的大力的人 感谢各位典礼在主力法律政策上为大家的领导 我一等不到我一直这样想 等几年了 我七十几年就申请了 我小孩还很小的时候 部落族人二三十年劳苦忧心的等待 终于有美好的结果 也开心分享这份喜悦 与会的各级长官贵宾也齐声恭贺祝福 所以在这里先恭喜每一位收到我们群众的好朋友也恭喜你们 我也为你们感到非常高兴喔 这是我八个月以来感觉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喔 林玉帆从乡代表任内到先以原县职对原住民土地权益的维护与争取不在话下 而在中央立法机构也不断导政原住民族土地转型正义的立委政天才 从出任委员争取原宝地增化变为常态性业务 101年提案成功废除原宝地五年观察期 到近期完成尚未编定使用地列别不得申办保留地的问题顺利解套 郑天才不鞠躬 感谢地方县政府到乡镇市公所的执行配合 所以在这边现在都没开始办 所以那个乡公所的同仁极其辛苦 所以在这边还很多要办的 所以我要特别的来拜托我们的 也要谢谢拜托跟谢谢我们乡公所 同仁乡长的领导秘书的协助 以及我们图首会的委员 在这边特别特别的来谢谢大家 我们也请了我们的民意代表 他们绝对会激起支持我们的所有的业务 全力推动原住民族保留地增化变业务的瑞士乡公所 这一次颁发36笔原保地土地全赚后 今年度也累积总共144笔的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 乡长吴万德也高度肯定圆明克的努力 很高兴我们今年的颁奖有144位 今年度的 我们先来感谢我们乡公所 圆明克的同仁 以及我们的评审委员 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 谢谢大家 隆重的班状仪式结束后 乡公所也进行原保地法令实务分享 部落族人万分珍惜 这得来不义的土地 也将善加利用 让地尽其力 不复祖先开将辟土 毕露蓝旅的艰辛 记者是宇兰瑞瑟采访报导